現行的新冠變種病毒株入面 科學家及公共衛生專家最為擔心的 就是傳染速度看起來更快的英國、南非及巴西變種病毒 英國牛津大學日前發聲明表示 它與英國阿斯里香藥廠共同研發的新冠疫苗 有效預防正在英國流行的變種病毒 但阿斯里香藥廠今日表示 根據初期臨床試驗資料 與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對於在南非發現的變種病毒所引發的輕微症狀 似乎只能提供有限的保護力 《金融時報》早前刊登的報導指出 牛津大學及南非金山大學的研究顯示 阿斯里香及牛津研發的疫苗 在對抗南非變種病毒上 功效顯著下降 針對《金融時報》這項報導 阿斯里香發言人回應說 由於他們的受試者多數都是年輕健康的成年人 他們無法確定疫苗對重症及住院患者的效力 但阿斯里香相信 這款疫苗對重症患者是有防護作用 因為這款疫苗中和抗體活性 和其他已經證明可以有效防護重症的新冠疫苗相約 阿斯里香又說 已經與牛津大學研發應對新變種病毒的疫苗 之後會迅速進行臨床測試 希望有需要的時候在秋季供應